在中国大陆中央电视台的《十二年春晚》节目中 中外明星轮番登台演出 但一份春晚吐槽中节版在网络上热传 从春晚的基调、主持人到各个节目的细节 都成为网民嘲讽的对象 与此同时,网友力捧一台由广州中学生策划导演 和各地中学生自编自演的春晚 网民认为2013全国中学生春晚节目清新、有创意 请看报道 春晚吐槽中节版批评央视春晚的主持人老脸卖萌 尽力表现轻松,但串词陈旧 而习林迪翁、纳英等人假唱 蔡明变身毒蛇 各节目总有一个性别不明的人 和刘谦、调侃、李云迪等 都远比节目本身更能引发网友讨论 感觉现在春晚的局势已经开始走下坡了 北京晚报评论认为 本届春晚语言类节目缺乏真编实际内容 并将贪腐视作雷区不予深入触及 而文化批评家叶匡正表示 今年的春晚节目跟每年的春晚差不多 他说春晚已经被政府的宣传部门改造成了一个带有公共表演性质的国家政治仪式 无论是他的歌舞节目还是他的这种语言类节目 其实都被诚实化了 歌舞类节目主要是以比如讲歌功、颂德为主 然后呢这种语言类节目呢 过去比较民众关注的这些话题 但是自从被改造成这种国家政治仪式以后 他就基本上还是以损赐这种弱势人群为主吧 比如讲过去喜剧或者这个相声小鼓对权利的这种讽裕啊 或者对权利的讽裕啊或者对权利的讽裕 几乎是在这种语言类节目中已经消失了 如果你住在广东的话 像翡翠台这些这些港台节目呢 就对我们广东人就更有一些吸引性 所以就不看春了 不是因为人们会越来越关注本社区的 自己城市里面再有传统文化色彩的这样一些娱乐活动 那么呢就是一台独大的这种模式呢 就会慢慢被消解掉 一台由广州中学生策划导演 中国各地中学生自编自演的 2013全国中学生春晚 2月7号在优酷网首发后 引起中国网友的热烈追捧 截至2月10号 节目视频已播放109万次 根据2013全国中学生春晚的官方微博 他们推出这台春晚的目的 就是要彻底颠覆春晚的概念 这些中学生发帖说 我们不专业 不会故作高深 我们很幼稚但很清新 也许无知 所以无畏 所以才敢说 明天属于我们 有评论认为 过去春晚受到最多的批评就是 过于浓厚的说教 承载了过多的宣传和说教的功能 这就是为什么央视春晚 每年都是同样的模式 中国作家 四川重庆民间思想家王康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他已经从几年前就开始拒绝收看春晚 他认为春晚代表这一种巨大的官方文化的集体展示 王康说 在市场面前低头的央视依然坚守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等红线 因此节目呈现出当前的四不像状态